噢 以前 市長在這一棵樹 只能 只能掉三片葉子 為什麼韓國瑜當市長 今天這棵樹 就能掉了十片葉子 韓國瑜啊 真的該被 為什麼不等個四年 再選總統呢 增加自己的勝率 這個網友題目問得非常的好 為什麼 非常的好 但是對我來 是以勝率來評估的 但是對我來講 還有一個自己心裡面的一個 比較高的一個價值觀在 價值觀 對 在我現在這個年紀呢 其實我的想法是非常簡單 能做多少就算多少 能幫老百姓做多少算多少 時間到 走人 時間到 掛掉隔屁了 我的想法就是這麼簡單 能做多少就算多少 那現在是海內外這個力量 都非常的大 一直說韓國瑜選總統 韓國瑜選總統 所以這個支持力量已經達到面 再來我當高雄市長 我說實在的 我感覺中央卡我卡得很厲害 讓我無法好好一展 為高雄市來打拼 我覺得我是被綁住的 我是被捆綁的 不管是我在行政院開院會 被錄影 然後出來網路上攻擊 不管我們申請經費 不管我們跟中央協調事情 我們感覺處處不順 還有一種刻意的抹黑 我們做任何事情 反對黨的議員 立刻就修理 修理嚴重到什麼程度呢 不客氣的說 今天高雄某一棵樹 多掉了幾片葉子 馬上我們就被修理了 以前市長在這棵樹 只會掉三片葉子 為什麼韓國瑜當市長 今天這棵樹竟然掉了十片葉子 韓國瑜真的趕快被罷免 連樹葉都多掉了 幾乎到這個程度 所以你說我這個市長做起來 我感覺是從中央到反對黨全部在卡 而且負債三千億 三千兩百多億 我們高雄市政府一年預算才一千兩百多億 也就是不吃不喝兩年半 我們才能把錢還光 沒有中央資源高雄市要怎麼發展 高雄經濟要怎麼一飛沖天 所以有很多因素加起來 支持韓國瑜的人 支持身上非常的大 然後我感覺做這個市長 始終是不被祝福的 我應該這樣講很客觀 不被祝福的 甚至我感覺是被欺負的 那我覺得我要對實踐 對高雄這個經濟 整個脫胎換股一飛沖天了 所以這跟勝率沒有關係 我可能要採取一些作為 這也堅定我往前衝 堅定我往前衝的信念